所以降物在磨 降 降你根本的職務 根本的任務 就是在磨算 要能夠創造出 预見的能力出來 预先能夠看出 胜败 预先要能夠知道怎麼做 所以预見能力對一個降 预見能力就是 創造能見度 指出公司 未來公司五年以後 顧客 業務 兴盛 能夠事先指出方向 當然需要調整 但是如果你能夠事先看出 一个端底出來的話 公司就不會盲目的 所以能見度的創造 降你 是領導者最重要的人物 所以降物在磨 像這個就是千古 有名的一個策略 唯位救造 這個是千古有名的策略 這個衛國去攻打趙國 趙國被圍了以後 派人去求援齊國 齊國的孫兵 不是派兵去到趙國 去解救趙國 而是派大軍 打到衛國的首都 去把衛國的首都把那個圍起來 造成衛國的首都 拼禮之下的這樣的一種危機 所以衛國就只要趕快把 在前線打人家的那個旁圈 趕快把他調回來 被趙國的危險就解決了 這是千古有名的戰略 這種戰略是曲線的 不是直接跑到趙國的去解救趙國 所以這種策略是一種曲線的策略 這叫做維衛救趙 維衛救趙的策略呢 前後做過兩次 15年以後又再次 也是順便接受韓國的求救 也是一樣派兵去造回衛國的大陸 讓衛國感受到兵地城下的危機 會把前線的旁圈把他造回來 第一次旁圈被捕 那沒有死 第二次的時候呢 那個軍隊越來越少 後來就自殺自殺 這個都是很有名的策略 為什麼能夠得到這樣的戰果出來 通通都是謀算出來的 謀劃出來的 知道嗎 將務在謀 所以一個人是不是當將領啊 是不是當一個領導者 要看他能不能夠有預見 有謀算規劃的能力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你臨場的指揮啊 那個是事前的劇本 盤算好以後臨場的磁形 可在磁形的前面是有規劃 是有謀劃 所以謀劃對於一個將來想要做磁形的人 一定要提早養生這樣的規劃 有這樣的規劃能力 有這樣的規劃能力 預見力就是什麼 就是規律 預來 預先 找人家一年 找人家兩年 找人家十年 就預先看到未來的方向 喜歡策略的人 特別都需要這種能力 跟訓練 你要怎麼突破 像這個這種突破 在那個之前呢 沒有人想到說 打仗可以這樣打 所以他這麼有名的策略 唯衛救召 今天成為一個成語 大家都在用 唯衛救召 孫斌就是唯衛救召的主角 兩次使用唯衛救召 兩次都成功 最後把害他的師兄 把他給勤手 打敗他 自吻而死 唐娟 他留下的一個兵法 叫孫斌兵法 你們在書店網路上 都會找到孫斌兵法的內容 簡單的把他的謀工的戰略原則 把他給歸屬於底下的幾個 第一個 戰爭之前要多做準備 要謀算戰爭的結果 看到沒有 一樣的高利 沒有人是輕率起兵 沒有人是領場新兵作戰的 所以你要投入大量的時間 跟你的精力在某一個領域上 活著之前 你要創業 好比說 你要事先做謀法 要事先做好準備 第二個 將帥在指揮作戰的時候 必須根據戰場的形式 大膽果斷 執行戰略戰術 我越來越深深以為說 我越來越認為 大膽是一個人成功 一個人創造 一個人創新的最重要的原因 各位同學 所有創業家都是大膽的 都是膽識所產生出來的做法 一個人為什麼不敢大膽 因為猶豫 沾前顧後 成本計算太多 所以不敢去做一件創造性的作為 創造性的作為一定是有風險的 有風險他就不敢做了 他把人生綁得太緊 看得太重 所以膽識是一個人成功 最為重要的原因 因為他大膽 所以他敢創新 他不敢 他就不會做創新 他明明知道這樣做 是創新 可是他不敢做 所以膽識最重要 知道嗎 哈佛念了一半 敢退學 去搞他的Windows 那個人叫什麼名字 你會這樣做嗎 有幾個人敢這樣做 賈伯斯也是幹同樣的事 做到一半 不做了 我去做 我真的想要做的是很大膽的 你知道嗎 好的投手也是一樣很大膽的 有時候敢在兩好三壞的時候 投一個紅中 跟你對決 我就知道你一直打不倒 你打的話就打擦邊球 白個紅中跟你對決 這都膽識 所以要訓練自己的膽識 毛澤東以前怎麼訓練自己的膽識 你知道嗎 毛澤東以前在胡蘭長沙 他練師範學院的時候 他那時候年紀比一般還大 你要練師範那個時候 大概是 你要大概是一般 大概是高中那樣的年紀 他已經二十幾歲了 他練小學就已經十二歲了 小學練一年級 小學畢業已經十八歲了 他練長沙師範學院都比年大一個頭 可是他怎麼訓練自己的膽識 大太陽之下 他拿個棉被 讓自己坐在長沙的那個大馬路上面 國有馬路上拿個棉被蓋著 他流汗 他就撐 撐 撐 大雨天啊 外面下大雨 他大光頭在那邊跑步 他在訓練什麼 他訓練自己的意志力 訓練自己的膽識 做一些別人不敢做的事 哪個人走過去都覺得這個人是瘋子 他不以為意 他年紀輕輕的訓練 跟人家做不一樣的事 膽識最重要 你自己想想看 哪一個人成功不是有膽識出來的 所以大膽 然後主張必攻不守 積極進攻敵人沒有手臂或手臂弱的地方 攻勢一定要猛烈 窮追猛打 積極奪取敵人的物資和戰略要力 運用攻心為上的策略 合理運用政治和外交手段 配合軍事行動 對內來講的話 五五士氣 五五士氣要提出五種氣 你在打仗的時候 一開始你要激發士氣 然後你要創造一種有力的氣 很方便 可以使用 讓士兵覺得我跟你這樣做是有力的 然後除了機器除了力氣 還有另外一種力 力是磨力的力 這讓自己吃苦 敢去投入 創造出一種有力的條件出來 那種力叫什麼 就是吃苦的那種氣 有些人喜歡吃苦 是因為他看到吃苦的背後 是有力 有些人即使知道這樣下去 是會有力的 可是因為苦 他吃不了這種苦 就缺少什麼 缺少這個力 鼓勵這個力 力氣 磨力的那種力 所以一方面要激 一方面要創造出有力的感覺出來 再來願意吃苦耐勞 創造出一種耐力 吃苦的能力出來 還有一種叫斷氣 斷氣有什麼氣 煤氣啊 死掉啊 不是這個意思 這個斷氣是果斷的氣 就是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之前 一定要截止 晚上12點鐘 一定要關燈 睡覺 沒有一個大學的下長敢這樣做 對不對 為什麼不敢啊 為什麼不敢啊 所以時間到了 學生都老是在延後一個小時嘛 明天教可不可以 考試延後一個禮拜好不好 都沒有果斷的氣 這叫斷氣 所以除了要吃苦耐勞的氣之外 還創造出一種斷氣出來 還有一種延氣 延氣就是能夠延長 能夠敢打延長賽 就是耐力的意思 吃苦 斷氣 果斷 還要能夠耐 能夠延長 所以你知道氣有很多種啊 尊病把打仗的 軍隊的士氣裡頭 都分成這五種 激發 有力 然後吃苦 然後果斷 延氣 這個本來是降臨應有的氣 可是他把它延伸 廣泛在戰場上 在軍隊 軍營裡頭 廣泛發布 讓全軍 所有的士兵 都能夠感染這樣的氣 所以一發命令下去 大家都是眾志前童啊 不會有什麼 懷疑啊 善慢啊 多心這樣的概念 所以才來講 什麼叫做七雄若一 什麼叫做 明與善同一言 就是訓練這個氣 太重要 打仗就在打氣啊 你說是不是這樣 我是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現在大學校長不敢在校園裡頭說 你們是來這邊受教育的 晚上要早點睡覺 十二點鐘一到 一定要關燈 你要繼續玩電腦 請到餐廳 請到哪個地方去玩 但是請示一定給我全部都關燈 人家想要早起 早睡早起的同學 你要讓他能夠睡覺 慢慢就養成年輕人就早睡早起 是不是 這不就是教育之道嗎 不就是教育之道嗎 是啊不是啊 那是那種事情只有在國立大學可以這麼做 只有在國立大學 我告訴你 宏甲大學人家這樣做 反而私立大學敢這樣做 黑邊都是國立大學不敢做 你看宏甲大學 還有東吳大學 國立大學反而不敢這樣做 你們說說他為什麼不敢 因為這樣做是不對的 對不對 違反人權 侵害人權自由 是這樣的嗎 為什麼明明這個是對所有的年輕人身體健康 以及學習能力競爭力很重要的一步 為什麼不做 以前那個有一個行政院的政務委員叫薛 薛成泰 是薛成泰的 薛成泰對不對 他曾經在紀念縣喊出一句話 他說台大的學生啊 台大的整個校園裡頭啊 沒有八點鐘的課 都是九點以後的課 我看不是只有台大 中山也是這樣 因為八點鐘上課只有老師一個人到 然後一個學期上下去以後 上了剛開始好多人來 後來上了一半以後 課堂的人數也就變了一半 到了學期末的時候剩下三分之一 他說他就喊出一句話 他說這樣看來台灣的年輕人的競爭力 怎麼還會有競爭力呢 你們看過怎樣 聽聽你們的說 年輕的同學該是你們舉手的時候 你們覺得什麼 應不應該在宿舍裡頭 十二點鐘一到全部關燈 應不應該這個時候喊人權喊自由喊民主 因為這個根本不屬於那個範疇裡頭的topic 是不是 這是屬於education 對不對啊 你們的看法了 想聽聽你們的想法 是 定位 是哪個大學 是一到的話就會關燈 是 對 十二點鐘 可是你還會自己做 對啊 所以你如果讓自己沒有事先規劃好 十二點一到的話 你就乖乖的把你的電腦 把你的功能 那個地方做 那個地方好比說是餐廳 好比說是教育廳 他比說是一個地方 不會影響到你的室友的設計 那你自己願意這樣做 那是你的 你千萬不要因為你個人的原因 會影響到這個室友 而且慢慢會帶動一種風氣 就是你明明知道十二點要關燈了 那如果還有很多的功課沒有做 白天不不事先把它做完 你事後呢 就被迫必須要搬到一個不太方便的地方去做 對不對 所以就會驅使的很多人 會提前自己的作息時間 就慢慢就養成一個早睡早起的習慣 那這樣的話會對年輕人的孩子 身體健康是很有幫助的 而且養成他們早睡早起 重點是早起 是嗎 就是少點起 但是我八點課還是醒不來 八點課還是醒不來 哈哈哈哈 我就說你們的訴求都不外出這一兩個啦 就是這樣而已啦 你們還有別的訴求 不是自由嗎 還是人權嗎 這個就是這個吧 這無關嗎 除了說去 像上課不要講話 上課不可以講話 老師怎麼就管那麼多呢 我就已經讀大學了 我有自己控制我自己發言的能力好不好 不是嗎 同樣的情緒啊 不是同樣的一種attitude嗎 對不對 情緒不一樣 情緒不一樣 概念是一樣的嗎 我知道 但是 情緒的背後有概念 你同意同意不同意 那不同的情緒可不可以有同樣的概念 可以不可以 同樣的情緒這樣 同樣的概念是什麼 同樣的概念就是 你侵犯了我自己做主的這樣的權利的嘛 是不是同樣這種概念 可是我告訴你什麼叫education 什麼叫education告訴我 什麼叫教育 教育就是放任嗎 回答我 是喔 他說不是 他說不是 對吧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是在走教育的路線 走放任的路線 告訴我 放任 沒有 那既然是放在談論上叫教育機構嗎 我們不是在從事教育工作 我們在從事放任工作 討好工作 服務顧客的工作 我覺得就是上課的時候 就是 我們可以講話 我們是不能用說 講話是我們自己的 這個 因為進化到別人 你講話會影響到老師嗎 對啊 會影響到別人 對不對 你幾點睡是不是有 可是 可不可以在教室上 教課長那裡講話是 老師可以來預述嗎 我跟你講 當你晚上很晚睡的時候 比如說1點 2點睡的時候 你一定到9點10點才睡 那你知道嗎 你晚睡 雖然晚起睡覺的時間數是一樣 可是你知道 晚睡晚起跟早睡早起 有沒有不一樣 雖然時間數是一樣 但是有沒有不一樣的地方 有 你們都很清楚嗎 那哪一個好 哪一個不好 對不對 那年輕人不是 國家未來的主人物嗎 那主人物就算不是身體健康嗎 不是嗎 那為什麼這個地方 有什麼argue的地方呢 這不是清楚的事實 是不是 可是年輕人如果晚上熬夜 如果偶一為之的話 我們還可以接受 沒有關係 我們讓他移到一個 不會影響到別人的地方去 而且讓他知道 這樣做是要付出代價了 所以他不會經常幹這種事 他自己會慢慢矯正過來 當他早睡以後 他自然就會養成早起的習慣 早起身體好啊 對不對 呼吸新鮮空氣 而且每天可以用到銳氣 那個銳不可當的銳氣啊 當你早上7點鐘開始坐在電腦面前 開始做活的時候 我告訴你一個小時 剩過三個小時 你們有感受過 這叫銳氣 孫子彼王所講的 朝氣銳 重氣墮 白天的那個氣是墮的 懶惰的 吃完午飯以後 是不是開始 是不是開始懶惰了 墮氣了 到晚上這個時候 夜氣歸 木氣歸 夜幕 就很想要回家睡覺 所以你們好像說 撐到現在8點45分 是吧 你們現在 我們現在年輕人開始 有一點顛倒作息了 變成什麼 晚上精神很好 白天早 應該睡覺 睡不著覺 就是我們日夜顛倒回來 違反大自然 對身體是不利的 對國家競爭力 是非常大的不利的 知道嗎 可是我們的所有的大學 怎麼會沒有人敢做 做這樣的主張 有 可是很奇怪 就是沒有辦法 奧漏過學生這一關 就是學生動不動 就以自由 人權民主這種東西 來 來 來趕這種問題 那這個地方 不能有所主張跟堅持 所以國家 就放任學生 不斷的晚上 兩點鐘 三點鐘睡覺 請問在座各位 年輕的同學們 三點鐘以後 睡覺的舉手 沒有對不對 很好啊 如果這樣很好啊 真的喔 兩點鐘睡覺的舉手 一點鐘睡覺的舉手 十二點鐘睡覺的舉手 哇 你們都很好啊 哈哈 難怪剛剛不理我對不對 哈哈哈哈 那太好了 那太好了 但是我希望 我跟你講 最晚最晚不要超過一點鐘睡覺 你要經常兩點 三點以後睡覺的人 我跟你講 你上了三十歲 你就知道普通了 你不相信 將來找到工作了 你還是維持兩點鐘 三點鐘睡覺 看你撐不撐得了 那同樣是 為自己身體健康 為什麼不敢做 那為什麼 學校教育單位 為什麼不敢堅持 這種東西 應該要堅持的 為了全民好 為了年輕的孩子好 為什麼不敢堅持 就是太弱的領導者 領導者太弱了 全台灣都是這樣 不是哪一所大學的問題 就覺得很奇怪 對吧 所以你們剛剛argue啊 根本不是問題 什麼叫做 我那麼大了 我難道不懂得 為我自己做主嗎 對不起 你就是不知道 你知道什麼叫做 對你好嗎 你不知道 你不要以為年紀大了 就一定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如果這樣幹嘛 還要讀來讀書啊 三十四十歲 為什麼還要到學校 來吸收知識啊 我早已經可以為我自己的行為負責了 我幹嘛還要吸收知識 還要接受教育 我已經夠大了 不需要人家來教我了 我自己懂得如何去做主了 這是空話 沒有說服力 如果這個話可以成立的話 二十歲以上的有投票權 都不會做錯事 都明辨是非 都是好人 都是對國家有貢獻的人 做天犯科的人 應該不存在才對 應該都是二十歲以下的人 對不對 那種話是空話 所以 光是這麼一件事 就搞不懂 所以 放任 然後學生把晚上 1點鐘 2點鐘在做什麼事 都在做 都在K數學嗎 都在做什麼事 如果他把這些寶貴的 睡眠的時間 他拿去 培養自己的實力 那也就罷了 都是幹什麼 拖到2點鐘睡覺 都在幹什麼 3點鐘睡覺都在幹什麼 都在K英文嗎 準備多役 準備托福 都在K功課 所以年輕人要好好想想看 不再多說 戰術要激動靈活多變 作戰要有創造有力的態勢 這是孫病的 謀工的戰略的原則 所以你綜合這樣一看的話 你發覺非常大膽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非常強勢的 在戰場上頭 為了讓人取得主動 一定要事前多做準備 而且大膽 將領都做大膽 而且除了大膽之外 背後一定要多做準備 他才敢大膽 不是盲目的盲撞的大膽 要了解這個 所以我們主張了 所有想要創業的年輕同學 一定要培養自己的膽怨 培養自己的膽識 知道嗎 創業家 創新者 沒有一個人是 沒有一個人是懦弱的 沒有一個人是 是小膽的 不敢做的 一定都是有膽識 膽識最重要 膽識是可以培養的 所以民軍賢將 所以動而勝人 成功出於眾者 先知也 所以這段話是李江誠所講的 最重要的事情 要能夠吸取 經營行業最新最準確的知識 技術和一切 跟行業有關的市場動態的訊息 才有深思熟慮的計劃 能夠輕而易舉 掌握市場上的有利的位置 掌握的消息 機會來的時候 就可以馬上有動作 這叫做準備 這叫做謀 就是將領應該做的事 任何一個創業家 就要養成這樣的習慣 你想創業 好好思考 今天晚上所講的東西 這樣才有 創造出先知 先勝 的條件出來 知道 上一次也講過了 任何一場最漂亮的戰爭 就是一場事前已經清楚 計算得失的戰 這就是李嘉誠的謀功 現在開始講本文 孫子說 凡用兵之法 全國為上 破國我赤之 全軍為上 破軍赤之 全旅為上 破旅赤之 全族為上 破族赤之 全武為上 破我赤之 這幾句話 都不斷地重複一件事 全為貴 破為清 全是最主要的 破是次要的 破是什麼時候才用 不得也為之 不得不把關係搞壞 不得不翻臉 不得不起戰端的時候 那是為了 已經沒有入合走了 不得不這樣做的時候 才這樣做 要破 可是永遠要記得哦 破是不得也為之 是次要的 是不好的 那什麼時候才是最好的呢 權 那什麼叫做權呢 待會我們再講 他說 如果能夠總統上面說這種道理的話 因此 才會知道說 百戰百勝啊 無事善之善則也 打一百場戰爭 贏一百次 以孫子的說法來看的話 不是真正最棒的 為什麼不是真正最棒的 什麼事情都要透過戰爭 來決定勝負 對不對 這 不是厲害的 可是你知道我們現在 充斥在整個商場上頭 整個社會上的概念 通通都是百戰百勝 為王 你說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 我們現在已經把自於成語改成百戰百勝 對不對 什麼人很厲害 百戰百勝 哇好厲害 所以說這不是真正厲害的 真正厲害是什麼呢 真正厲害是不需要戰 不要透過戰爭的手段 不要花那麼多的錢 不要死那麼多的人的生命 就能夠讓對方放棄打仗 甚至同意我方的看法 屈服對方的意思 這才是真正 你打仗不就是要讓對方要聽從你的嗎 屈服你的意思嗎 不就是這樣而已嗎 對不對 那你要讓對方同意 除了打仗打得頭破血流 活破人亡之外 你總有一些比較高幹的做法 那高幹的做法就是 不需要透過打仗的方法 就能夠得到這個目的了 那才是真正智者所應該做的事 是吧 這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那什麼樣的方法才能達到這麼高的 一種境界呢 就是權 那權的觀點是什麼呢 權有幾個不同的觀點 第一個是保權 保權雙方面的有生力量無形力量 保權彼此間的顏面 保權每一個國家共有的這樣的一種 國力 另外一個觀點是權局 就是你看事情一定要有某一個權局 今天我們看台灣不能只看台灣 因為台灣受到全世界很多周邊國家的影響 我們受到能源 受到環境 對不對 受到氣候的影響 這都是跨國的 受到貨幣戰爭的影響 受到各種金融 石油 啊 台灣又是一個小小的國家 所以呢 你一定要出口為主的生命的 一個經濟的格局 所以更應該重視這個權制 權局觀 權局觀可以進步衍生 就是無處不是攻擊點 我透過氣候打仗 可以透過資源打仗 可以打能源戰 可以打出口戰 打貨幣戰 打人才戰 吸收你對方的人才 現在台灣反而是被人家吸收的 我們人才流失很嚴重 你知道嗎 別的不用說去問各位 你們現在有多少人比較能耐的人 將來找工作 不一定會在台灣找 或是將來到美商公司 到外商公司上班 一上到外商表現好的話 很可能會把你調到別的國家去了 所以很多 資質非常好的台灣的年輕人 將來不一定為台灣所用 知道不知道 而且大家都覺得這好像是理所當然 這是燈籠的捷徑 所以人才的流失 事實上有形跟無形 在他意識裡頭 其實上就留著這樣的想法 知道嗎 我們最好的人才 不是留在台灣的政府裡頭 對全民來做服務 打造一個強盛的國家 不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剛剛同學都已經談過這種概念 我們第一樓的人才是到美國去 第一樓的人才是到外商去 到台積電到紅海去 有誰留在政府裡頭呢 去創造出一個 有戰鬥力 有競爭力的政府呢 知道嗎 這是我們的國家啊 所以今天如果真的要改造的話 這個地方是一個改造的地方 對不對 對不對 要有一個全局觀 由於有全局觀 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每一個地方 都是你的攻擊點 每一個地方都是你收集資材 收集能量 收集情報 可以打敗對方 可以深入對方的地方 所以你能夠打的地方太多了 全局 對吧 那 基本上我們可以說 你要是知道 破 有什麼害處 你就會避其破 不破而勝 一定是要 屈人 不宜戰 然後 屈人不宜戰 你要靠什麼 贏對方 你要靠是 是 是我們上面講過 當你接觸到的時候 那不叫是 一接觸到的話 中間沒有間隔 那叫力 力量 靠力量 你如果隔空 還能夠打敗他 那叫氣功 那叫是 對不對 在遠遠的地方 就能打敗對方的話 那是飛彈 那是遠程洲際飛彈 更遠的地方是 跑到太空上頭 去摧毁地方 把對方的飛彈攔截住 發明各種衛星的這種系統 在遠遠的地方去擊敗對手 你看看 走的路線是 越來越朝那個方向去思考 就是透過誓 透過遠距離 就能擊敗對方 千萬不要讓戰場 淫到我們家的家園頭來 那就走什麼 走誓 走謀 靠腦袋 不要靠拳頭打贏對方 要靠腦袋 靠遠距離 就這種思維 那你說孫子平的話 講的老八天沒有告訴我們怎麼做 他說告訴你原則 告訴你法則 告訴你勝利的原則 競爭的法則 其他運用是不是要 存乎一心 看你怎麼應用了 所以他才能廣泛應用在各個禁忌的領域裡頭去 所以什麼是攻擊的方法呢 謀略 謀為攻擊的方法 這叫謀攻篇 謀而後攻之 以謀為攻 不是靠 戰場上頭 戰術去贏 那個已經下勝 上勝是什麼 靠謀來打敗對方 所以打什麼戰 打謀略戰 打謀略戰是打什麼戰 打腦袋 打智力 打人才 打策略 你看這種思維有沒有落後今天任何一個國家 任何一個領域的一種創新思維 通通在這裡面 不是嗎 所以相反反過來要激勵大家年輕的同學 要多靠腦袋 多吸收各種知識 各行各業最先進的訊息 來形成自己的優勢 這優勢就是這個勢 我勢常識 形成我的優勢 讓對方常常處在虛 讓我處在時 我處在時 對方處在虛的話 就靠我什麼時候出手而已 所以我都是佔有優勢的 是吧 不需要等到雙方面力量接觸 才知道勝負 早就已經提前能夠知道勝負了 各位同學沒什麼問題啊 所以用謀為攻擊的方法 知道嗎 好 為什麼破不好呢 破為什麼不好 各位同學 殺人一萬自損三千 聽過吧 是吧 還有 揭破別人的秘密 是不是說破了 說破以後 立刻讓自己現身在危險裡頭 為什麼 為什麼說破別人的秘密 立刻讓自己很快就會遭到殺身之禍 因為別人非常珍貴的那個秘密被你倒破了 所以我原本的那個優勢 現在被你一語揭破以後 會對他形成非常大的鼓勵 你知道我的秘密 那我非讓你 這樣不可 對不對 這叫殺人滅口 所以很多別人的秘密啊 你知道就好 不要把它說破 是不是 這是自保之道 揭開別人的倉巴 將會傷到自己 這都是事實來說 什麼東西只要破了就會傷人傷己 破窗啦 破鏡啦 破碗啦 破局啦 家破啦 都會傷人 不知道傷別人也會傷到自己 那什麼東西最容易破你知道嗎 硬的東西容易破 直的東西容易破 直容易死的東西破 硬很容易變直 那直就很容易傷人 所以為什麼直的人啊很危險 太直的人啊 會要稍微磨練一下讓自己不要那麼直 知道嗎 講這個有沒有道理啦 那言論自由不是都是主張很銳利嗎 就是我既然言論自由 我當然有侮辱你的自由 我不只侮辱你 還侮辱你遵從的聖人 我擁有這種言論自由不是嗎 很直嘛 很銳利的主張嘛 這是我亦有的言論自由嘛對不對 那別人被你侮辱的人 你有沒有想到別人會怎麼樣 別人會氣得發黃啊對不對 那當然就會怎麼樣 就會找你算贓啊 所以你立刻你使自己陷入在危局當中 陷入在險境裡頭你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言論自由啊 言論自由其實也應該有所克制 它的界限在哪裡 言論自由在哪裡 言論自由就是新聞自由的基礎啊 以新聞自由就是 有言論自由為基礎啊 所以言論自由不應該無限制的 任何自由都有它的一個界限 它的界限就是容忍 別人能夠容忍的界限為它的基準 為它的 為它的準 別人不能容忍的時候 你這個自由就不存在了 所以以前胡適才講一句名言 他說啊 他早期都主張一定一樣主張自由 他說後來他年紀越大以後 他發現有一個東西比自由還來的重要 你知道什麼東西比自由還重要嗎 那個人叫容忍 所以他在很多地方寫這句話 容忍比自由還重要 為什麼 是什麼 是什麼東西生出自由的你知道嗎 什麼東西生出自由 那個東西叫做容忍 沒有容忍哪裡有自由可以 當別人無法容忍的時候 別人就會拼命一幹 拼命一幹你就沒有自由了 所以容忍比自由還來的重要 所以社會想要有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 一定要懂得如何容忍 互相彼此容忍 那你要了解 當你在主張你的自由的時候 要知道你千萬不要破 你破了人家的境界以後 那人家非跟你拼命不可 你就沒有自由了 所以自由不是沒有界限的 這個簡單的道理為什麼 那麼多主張自由言論的人 為什麼不懂 你們的看法怎麼樣 有沒有同學要討論這個概念 我說概念你們能夠接受嗎 自由應該以別人能夠容忍的界限 為他的界限 所以言論自由不是毫無界限的 不知道你們看法怎麼樣 那因為你主張絕對的言論自由 所以就絕對的新聞自由 所以你可以賣各種各樣的自由 可是呢背後是別人的傷心 別人的憤怒 別人的受侮辱 那你這樣哪有什麼自由可言 我不知道 你們的看法怎麼樣 這個叫破 當你什麼東西破了 那我就會死傷慘重了 殺人一萬自准三千 這在講厲害 就像最近最有名的一句話 就是習近平所講的 太平洋是大呀 足以容納得了 中國和美國 這在講容忍 這在講大家應該要權 不要破 你如果一定要鬥個你死我活 美國不讓中國崛起 太平洋那麼大 大家都可以崛起啊 你一定要唯獨我 那一定 雙方一定要破 破的話 雙方便都沒有力 都不力 所以你看這句話想得很好 太平洋很大 足以容納得了 中國和美國 那他們非常強調一個概念 叫鬥而不破 主要 尤其是對日本 鬥而不破 跟你鬥 可是絕對不發第一槍 不破 除非你先破 那日本也懂這個道理啊 所以彼此在那邊鬥 可是鬥不破 鬥而不破 因為破 破就是全面戰爭 全面戰爭的話 雙方便都死傷殘重 那這才是高的一種鬥爭 好 是吧 所以權威上 全面的觀點 無處不是真空起點 保全 這樣人民才有幸福 生命才不會受到損壞 國家才能夠發展 彼此之間都不破 天地之大 可以容納所有的人吧 所以這真正真正的和平 自由 在這裡 自由不是我們沒有限制 這是我的觀點 給你看 所以說 聖地之法 謀為最少 所有打敗對手的方法當中 最好的方法就是什麼 就是謀 所以你如果體會這個概念的話 就可以知道 人為什麼方寸之地 為什麼五寸之蛇 五寸之劍 方寸之地 才是真正世人 謀是應該下手的地方 今天就講到這邊 同學有什麼問題沒有